咱们天桥这个书店呢 是专为自闭症等心理障碍者 孩子和家庭 做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项目 这些书呢 主要是来自于捐赠 市民从这路过 可以自己自由地翻阅 资助付款 像我们这个摊位 有一个负责的孩子 他每天他自己过来整理书 自己再回家 可能我就买一本书 这个过程本身 其实远远比收入要重要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一份尊重 这孩子他就觉得 这是我的一份工作 他可能拥有的不多 但是他愿意把它仅有地给你 不论是怎样的一个人 怎样的一个生命 他的存在都是有意义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基本平均每个月吧 都有1000块钱以上的这个收入 80%就给到我们这个摊位的家长负责人 还有20%呢 就用作我们小爱学堂 教孩子唱歌跳舞啊 花花啊 我们做志愿者帮助这个孩子的过程 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发的内心的爱他们很重要 商场对我们特别支持 晚上的时候保安帮我们看的这个书 还有很多市民 本来都不想买书 一看这孩子的情况 那买吧 不仅买书还来捐书 在孩子们心里 每一个对他的笑脸 他都把他看的就是真的 我们要一起走 好远好远 耶